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部任务系列视频 我是竹江老师布鲁 通过上一节的学习 我们已经深入了解了Handler Send Message系列的方法 我们本节课将会继续学习我们Handler的高级用法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思维导图 展开我们这里会发现我们Handler的用法这里展开 除了我们的Send系列方法 我们还有叫做我们的Post系列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我们这里又列出了三个新的方法 它都是我们的Post方法 比如说Post 这里可以接收的是一个RunApp对象 PostAtTime接受一个RunApp对象和一个Long型的一个参数 PostDelay接受一个RunApp对象和一个Long型的参数 好的,我们看一下 其实Post方法它能够干什么事呢 它允许你排列一个RunApp对象到主线程队列当中 等待执行 请注意哦 它这里就不是发送一个消息了 它发送的是一个RunApp对象 其实本质上就是让你做你想要做的一个事儿 我们常见的一个RunApp对象里面会去实现它的Run方法做你想要做的事儿 把你想要做的一个事儿放在RunApp对象里面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对象发送到主线程队列里面去等待执行 这就是我们Post系列的方法 如果在这里RunApp对象的话 我们比如说这里把我们的分号都补上 比如说我们这里想干什么事呢 我们直接做一个日志打印 打什么呢 Log.debugTarget 还是打什么呢 直接就打一个HandlerPost 就打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我执行这样的一个函数 往我们的Handler里面Post一个执行的一个东西 执行的内容是什么呢 执行的就是打印一行日志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执行 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能否发生一个怎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们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看一下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打印这样的一行日志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之前的日志都清上一清 然后我们可以过滤一下 只把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Target 作为我们的一个过滤的标签 然后看一下这里的代码 我们代码已经跑起来了 看一下当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确确实实打印了这样的一行日志 HandlerPost 就证明我们这个Post方法 它确实是把你想要做的一个事儿 封装到了一个Runable对象里面 然后把这个Runable对象发送到了主线层里面 去做你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好我们这里继续学习 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叫做Handler.PostDelay PostDelay的话很明显 它接收第一个是LewerRunable接口 第二个就是延时多少 比如说我还时2000毫秒 也就是两秒钟 我延时两秒钟执行一个事儿 这个事儿就还是打印一个支付串 它就是HandlerPostDelay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赶的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我们最简单的有我们的Post 这里还有一个稍微升级的PostDelay 延时操作 我不仅是说我要在主线层里面做这个事情 我还得延时两秒以后再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会有着怎样的一个表现呢 把多余的日志都清上一清 然后这里的话点击一下我们的按钮 好这里打印的一行日志HandlerPost 然后有一个HandlerPostDelay 看见没有 就是我们执行这个方法 先打印了一个HandlerPost 两秒以后打印了一个HandlerPostDelay 我们可以看一下 再把我们的日志清上一清 再来看一下 这里点击一下 马上打印了一个Post 两秒以后PostDelay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Post的两种方法 是如何来使用的 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思考了 它本质上是怎么回事呢 允许排列一个RunApple对象 到主线程当中去执行 就很明显我这个代码 就是RunApple里面的执行代码 它是在主线程里面做的 那么它既然是在主线程里面做的 那换言之 我的这个RunApple对象方法里面 去操作UI线程是否合理呢 那肯定是合理的呀 你本身就在主线程 我就能够操作UI线程 那么这里就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怎么样的方法 如果你不发送消息 你发送一个Post的RunApple对象 你也能够达到更新UI空间的目的 怎么来写呢 好的我们这里先把所有的代码屏蔽掉 然后来怎么写呢 6一个叫做我们的Suite对象 传递一个RunApple接口 开启一个义务线程 一定不要忘了点Star 开启以后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模拟一个网络请求 依然是是我们的Suite的点Sleep 一个2000毫秒的一个事情 然后抛出相应的一个异常 网络请求结束以后 我现在想要怎么样呢 更新我的UI空间 我们之前学的是HandlerSendMessage 我现在不用SendMessage 用的是Post方法 怎么来写呢 Handler.post 然后Post这里传递一个Lude的RunApple对象 然后这里的话 我干什么事呢 直接是我们的一个btn.setText 它等于我们的123ABC 我直接在这个地方 直接就是传递了一个RunApple的执行对象 来干这个事 现在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这里之所以这么写 就是依赖于我们的Post方法 会把这个RunApple对象 把它排列到主线程当中 等待执行 那么既然你在主线程当中 我这里的代码 用于更新我们的UI 肯定是合法的呀 对吧 那么我看一下 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 点击一下它 一二两秒 两秒以后 我们的按钮确实变成了123ABC 并且我们程序没有发生任何的崩溃和错误 就证明这种方法的更新绝对是合理的 就是什么呢 这又是我们的一个更新UI空间 就是说在我们的在非UI线程里面 线程里面更新UI空间的一个方法 那么很明显这个地方 我又可以把这个sword的休眠两秒把它干掉 怎么来写呢 直接是来上一个handle.postdelay 传选一个runable对象 然后这里再传递一个2000毫秒 这不就达到了一个网络延始的一个操作吗 然后再把这个按钮变成什么呢 它比如说就变成我们的ABC和123 好的 把这行代码把它屏蔽掉 现在我们在一部线程里面 再来好好的体会一下我们的post和我们的postdelay 这两个方法 好的 我们这里的代码已经跑起来 看一下点击这个按钮 一二两秒以后 我们按钮的字样确实变成了ABC123 这就是在我们的一部线程当中 来好好的体会我们的handle post 这也就是我们handle当中 post用法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案例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就学会了 我们handle的send相关的方法和post相关的方法 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首先我们传递message 这里用于接收的是子线程发送的数据 并用此数据来配合我们的主线程更新UI 在我们安卓当中 对于UI的操作通常需要放在主线程里面进行 如果在子线程里面有关于UI的操作 那么请把你的数据消息作为一个message对象发送到消息堆列里面 然后用我们handle的重写handmessage去取你传递过来的消息 并且操作我们的UI 再出然后这些相应的代码就是sendmessage和我们重写相应的handmessage这个方法 这就是我们最第一个我们最重要的send系列是如何来理解它的 我们第二个系列就是我们的post系列 它传递的就不是一个message的 它传递的是一个runable对象 用于通过我们的handle绑定消息对列安排不同操作的执行顺序 我们handle的对象在进行初始化操作的时候会默认绑定消息对列 用我们的post方法可以把我们的runable对象发送到消息对列当中 按照我们对列的机制按照我们的顺序来一次的执行我们不同的runable对象里面的run方法 这就是我们post相关的 然后这里的话老师还有一个补充 我们除了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实际案例 这是一个一步线程通过我们的post可以更新UI 通过我们的sendmessage也可以更新UI 我们还有几种可以方法可以在此线程当中进行UI操作的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拓展 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的view的post 用的是我们的view的post方法 怎么回事呢 这里直接我还是先把之前的代码做一个还原 这里延时两秒 然后把这里的代码做一个屏蔽 它是怎么来写的呢 这里直接是view 哪一个view呢 任何view就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view叫做btn 我们的按钮就是一个view view有一个什么方法叫做post post这个方法我直接传递 看见没有 它除了post方法还有一个post delay 看见没有 我view点也能够点出来post和post delay 比如说我们就只实验这个post方法就行了 传递的就是一个runable对象 这个runable对象比如说非常简单 依然做的是一个改变字符串字样 它改变的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变成就是我们的view123 view123 好的 我们把我们的项目代码跑起来 大家注意啊 这里用的是任意的一个空间的对象点post 它也会有post甚至post delay 允许你传递一个runable接口对象进去 然后可以咨询你的代码 大家想一下我现在是在一部线程里面调用的view.post 那么这样能够达到怎样的一个目的呢 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122 两秒以后我们空间的一个字样变成了view123 咦 这不也是达到了在一部线程当中更新UI的操作啊 那么我们的view.post甚至view.post delay 它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就要了解一下它的原代码了 老师这里专门针对我们view的post做了一个 圆码的一个摘录啊 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里post接收的是一个runable对象 然后这个post的方法里面 它本身会有一个handler 这个handler它其实调用的是用mytachinfo.handler 它这行代码其实是会取当前这个UI空间 所依附的线程里面的一个自带的handler 把它取到 取到以后付给我当前这个局部的handler 然后用这个局部的handler 点post来执行这个runable接口 哦原来如此 我们view的post它的本质其实还是handler.post 它只不过取的是当前UI线程里面默认的这个handler run on UI thread传递的就是一个lue的runable对象 我们这里依然是传递一个做的一个文字的改变吧 改变什么呢 直接把它改成我们的run on UI thread 把这些代码屏蔽掉 这样的一个方法依然可以达到我们的一部线程 更新我们UI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大家要注意啊 这里给大家拓展的就是其他的两种可以在一部线程里面更新UI的 刚才讲的是view.post 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方法是activity里面提供的叫做run on UI thread 好的我们看一下 这里点击我们的按钮会把它变成run on UI thread这个字样啊 点击它122秒以后 看见没有我们的字样也确实变成的run on UI thread 就证明我们这个方法也是有效的 它也能够在一部线程当中更新我们的UI 那么它又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得分析下它的圆码 对吧 这里依然是老师做的一个圆码的一个栽录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run on UI thread 做的其实非常简单 就一个if的判断 如果当前线程不等于UI线程 看见没有 如果当前的线程不等于UI线程 直接取的是当前这个UI线程里面的handler post 它本质上还是post 看见没有run on UI thread 它本质上还是handler.post 而如果当前它就在UI线程 就直接执行更加的简单粗暴 通过原理的分析我们就发现万变不离其中 这所谓的两种view.post run on UI thread 其实它都是handler.post的一种表现 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 在紫线程当中进行UI操作 这也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到我们本节课为止 我们针对易不消息处理机制 我们handler这一块 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深入的一个分析 也一定是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候 一定要去停加练习 书写相应的代码来加深自己的理解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